韓國議員,總看就是11號國韓合體戰鬥完再動 有不擔心韓國議當時會失交嗎? 不會失交啦,只會更加的團結 因為現在就是進入到選舉99天 今天剛好選舉99天 下個禮拜我相信國慶我們升旗 也會有各縣市縣市長我們一起團結在中華民國 團結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底下 而10月11號的這個聚會團結就是一切 所以不只不會失交反而會更讓外界看到在野力量的集結 當集結的時候我們看到復仇者聯盟第四集 Avenger集結的時候就是二勢力應該要害怕的時候了 總看就是11號國韓合體戰鬥完再動 有不擔心韓國瑜當時會失交嗎? 我想在現在這樣2024選舉前一個重大關鍵的時刻 國民黨當然會結合每一分可以結合的力量 所以不只黨內的同志 不只韓國瑜 不只趙少康 包含其他所有黨內的同志 甚或於非綠的部分 國民黨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再次的重申 沒有失交的問題 我們就是努力團結 請教市長說就是11號是不是要跟這個韓國瑜合體 一起去這個戰鬥欄的記者會 那這場合體我們想問說是不是趙少康先的線 那會不會有沒有談到說這個韓國瑜要當痛苦 其實大家集合在一起都是老朋友了 韓國瑜也好 少康兄也好 甚至很多立委都是我的合體友嘛 所以當天我們是要為立委 大家加油打氣 團結在一起 讓國民黨的立委都能夠高票當選 是為總統獲選的 你當要出席啊 給立委加油打氣 大家一起努力往前走 不好意思 我們接續提問說 昨天下午是不是跟朱主席有跟王金平來見面 那聊了什麼 然後談的氣氛怎麼樣 那朱主席是不是有提前線立場 我非常謝謝王院長 這個看王院長 王院長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客氣 那也非常的樂意來支持韓國瑜 我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謝謝 所以有關相關的後委員會 後系列的準備情形 我們會不斷地去面對這個細節 大家做好充分的討論 那另外就是講到說韓國瑜的角色 因為小金本相當的著急 覺得說現在藍白沒合 自己立委習次空怕也保不住 那韓國瑜現在就是缺乏一個角色 因為不敢出來 感覺好像是朱立倫或者是 侯伴這邊要給他一個角色 或呼籲國民黨應該要給他什麼角色嗎 我本來認為他當不分區立委是不錯啦 你當不分區立委你就有角色出來這個 那好像國民黨那邊也沒有什麼回應吧 那所以不知道國民黨怎麼想 那不過當然就是說韓國瑜如果真的有心的話 有沒有角色他也都可以找到辦法的啦 不一定說一定要當個什麼有什麼職務才可以啦 因為他本身已經夠大了喔 所以呢 我覺得他的影響力夠大了喔 所以 不過他現在在歐洲嘛 好像到 再過幾天才會回來喔 我想回來 歐洲也玩啊 很開心啊 很好玩啊 回來以後我覺得應該 應該他們 我也看到他們拍的照片有傳給我 所以在歐洲應該很 看各種美術館啊 博物館啊 很高興 我想回來應該 充滿動力應該可以開始 是不是在9月的時候已經有 跟這個韓國瑜見面 那有談這個藍白鑰琴有打成購詞 我以為我是秘密見面 什麼外面都知道了喔 對啦 既然大家知道了 就9月13號中午了喔 我啊 郝龍斌啊 韓國瑜啊 韓兵 我們四個人 在這個進化飯店 有討論到 因為他們 他們要出國了嘛 韓國瑜跟韓兵要到歐洲去喔 所以我想說 趁他出國之前大家先討論 那將來要怎麼再也整合啦 非常重要 不整合大家都知道 很難選啦 只有整合 那大家也大概有一個共識就是說 大概10月中吧 你現在台也太早嘛 那第一個 侯友宜那時候要去美國 我現在剛從美國回來 那他可能也期待他的民調會上升嘛 那柯文哲10月上選還要去美國 二次訪問喔 那郭台銘才開始連署嘛 所以我覺得讓大家跑一跑嘛 子彈飛一飛 大家跑一跑 到了10月中 那種形勢差不多也就明白了 明朗以後那時候再來談也許容易啦 然後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來就很難啦 但是難也得做嘛 只要有人出來做啦 所以韓國瑜共我們覺得說我們也可以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有訂好一個騎乘說韓國瑜什麼時候會出來來促成這個整合 他大概10月過一點會回來吧 那當然就是說也不是光靠一兩個人啦 就是我覺得要整個特別是民眾 這個兩黨的基層民眾覺得有必要 否則的話都會輸 我覺得這個形勢也很清楚啦 假如有一個候選人覺得他自己幹會贏 那他就不會跟你整合了 假如他知道說他自己幹也不會贏 那就比較有整合的可能 請問一下就等說在南百合這個部分 郭台銘已經出現了 應該這樣講 郭董事長由於沒有政黨 所以郭董事長也不是國民黨的黨員 所以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從5月17一直到後來9月份左右 其實我們都渴望能夠跟郭董事長有所接觸 有所合作 但是不會言我想這個過去的歷程 大家也歷歷在目 所以在現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倒是覺得 先把能夠聚集在一起的好朋友聚集在一起 那至於過去我們已經喊話很久了 或者呢那也許現在不是最重要的目標 我再補充一點 其實對國民黨而言 我們其實跟一般的想像中說是為了利害或利益而結合的不太一樣 我們是理念 一個百年大黨 百年政黨 你本來就是要用政治理念來號召 其實郭台銘先生現在 雖然我們本黨都已經有明確的黨紀 已經記出黨紀說 因為他已經宣佈參選 我們都不能去幫他跟他在一起或等等的 但是我認為郭台銘先生他在過去這幾年 他所提出不管是他四年前所喊的六歲以下的孩子國家養 昨天我們其實侯友宜 侯友宜市長他作為我們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所提出來的要補助育兒 補育的這些包括補助動員或者到三胎 甚至可以留職停薪都可以全新的 其實這個理念上已經是結合的 甚至於他過去他所談的什麼和平 兩二和平繁榮經濟 這本來就是國民黨念之在之的 所以他的理念 其實我們能用的我們都用的 我也不知道郭台銘董事長他還在堅持什麼 謝謝 我認為其實地方的重要的人士 不管是議長還有非常多重要的前輩 他們都不樂見就是說 郭董的獨立參選 也認為說這樣子對於民眾共同期待 要政黨輪替這樣子的目標是不利的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與郭董也有一些地方人士的合作 過程並不是這麼的順暢 與大家所認知的共識也不同 所以大家都有就是沒有那麼積極的這樣子一個狀態 就是說他們只會幫忙到就是說 讓他順利的分析出來 就是說到民主之後 可能就不會再幫忙他總是 他們目前的確 現在只是因為人情的關係 過去 大家都有社會上面的交際的這個關係 但是對於未來郭董的獨立參選 的確都是大家不樂見的 他們在這裏面的角色 就是有一個不樂見的 也許不願意 這裏面上有一個不樂見的 就是有一個不樂見的 那麼非常有關 我們在這裏面上是在這裏面上的 很多地方的地方 目前為止 我們在這裏面上有一個不樂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